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 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因为它大量采用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 所以叫文艺心理学 这本书的作者朱光浅先生 采用中西护正的方法 把国外的美学理论用中国化的方式引进来 深入浅出的讲解了美感经验 文艺起源 艺术功效 这些美学基本问题 对美学爱好者来说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著作 朱光浅先生 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美学家 毕生都在从事美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青年时代 朱光浅把文学 心理学 哲学研究了一遍 回过头才发现 这三者在美学领域产生了交集 才决心投入美学的怀抱的 那么美学和文艺 这种既不能吃 又不能拿来盖房子的东西 是凭借什么魅力 吸引古往今来的人 投入他的怀抱的呢 朱光浅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饥寒可忍 购乳可忍 烦恼可忍 一切可摆脱 独有艺术 不能摆脱 通过今天的解读 也许你会对这个问题 有更深的认识 这本书大概有25万字 分为17章 我会分三个部分 为你介绍这本书 第一部分 从心理学角度 解释文艺作品是怎么产生的 第二部分 从微观角度 了解文艺领域里 比较重要的 两组相对应的概念 最后 我们聊一聊 文艺对于人生的意义 文艺是怎么解救了我们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 文艺作品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 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 美感经验 美感经验是一种形象的直觉 形象 指的是我们眼里看到 耳朵里听到 手边能够触摸到的东西 直觉 就是你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它本身产生的 纯粹的感受 不涉及到它的实用功能 也不去联想 和它类似的其他东西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圆桌子 你不用想它 是不是可以用来做餐桌 也不用联想 是不是还有方桌子 你只需要感受 这个圆桌子 这种集中在圆桌子上的 形象上的纯粹感受 就是直觉 只有人 才会对一个东西 产生美感经验 动物是没有的 它们只知道 东西的实用价值 一只猫见到耗子 只知道扑上去 逮住 吃掉 你见过哪只猫 见到耗子 忍不住停下来欣赏的呢 只有人 才会做这种 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事 可以说正是艺术 让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 拥有纯粹的心灵满足 那么美感经验 是怎么成为具体的 艺术行动的呢 我们之前提到 美感经验 就是形象的直觉 但是面对同一个形象 你我的直觉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美感经验是我们自己 在自己的心灵上 进行的艺术创造 那么怎么把这种 心灵上的艺术创造 变成艺术行动呢 还是得从心理学上 来理解这一点 对这个问题贡献最多的 要属德国心理学家 美学家 古鲁斯和敏斯特保 古鲁斯认为 我们的运动 是对形象运动的魔法 敏斯特保认为 我们会觉得 形象带有运动的力量 觉得形象在伸缩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 肌肉在伸缩 也就是说 我们在全神贯注于 一个形象的时候 身体会自然而然的 想要表现出 和审美对象一样的姿态 产生了想要随着 这个形象运动的冲动 比如说 我们看到拔地而起的山脉 十分危恶 就有了想和他一样 做出昂首挺胸的 样子的欲望 我们看到随风摇摆的柳枝 就有了迎合着 他的韵律摇摆的冲动 我们听到 山雀的悦耳提名 就有了模仿 创造音乐的范本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中 也有施法自然的观点 朱光浅还认为 越是能够全然投入到 艺术对象里面 越能感受到美感经验 达到物我两望 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 追求的境界 所以不管是通过物品 媒介实现的造型艺术 比如说文学 雕刻 绘画 还是直接用身体 表现的形象艺术 比如舞蹈 音乐 戏剧 都是我们的美感经验 付诸行动的结果 好 现在艺术作品生产出来了 怎么做 才能更好地 获得艺术体验呢 秘诀就是不远不近地去看待 这个原理来自英国心理学家 布洛提出的心理的距离 其实就是把事物 摆在一定的距离以外去看 如果距离太远 完全脱离生活 就没有办法引起情感的共鸣 如果太近了 我们就只想着 它的实用价值 忽视它的美感了 举个例子 你和一个菜农聊樊高 农夫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和他说他家门前的青山绿水真美 他可能也会觉得你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天天看 还没有自家的菜园子好看呢 和农夫说樊高是太远了 和他聊门前的青山绿水又太近了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写实主义过于平淡 完全的理想主义又无法理解的原因 前者离自己的生活太近 后者离自己的生活太远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 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 美感经验付诸实践 就成为了艺术作品 欣赏艺术作品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从微观角度 了解一下文艺领域比较重要的 两组相对应的概念 首先呢 是自然中的美丑 和艺术中的美丑 艺术美是怎么产生的呢 想要理解它 就要和另一个名词自然美对照起来看 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 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 考虑一下 旷野里的一块石头 它是不是美的呢 应该说 当我们的直觉没有关注到它的时候 它只是自然美 当我们的直觉开始关注它的时候 它就从自然物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品 从自然美上升到艺术美了 咱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 比如一块太湖石 原理艺术家就会去欣赏它的 瘦 漏 皱 和透 什么意思呢 这是石头经过湖底水流的冲击 自然形成的一些特征 瘦 是指石头的外形要精干 轮廓 要有曲线美 漏 是指石头必须有孔 有玲珑剔透的美感 皱 是指石头上勾勾赫赫的褶皱 透 透就是说石头上的孔穴必须要有连通 这本来是石头本身的一些自然特征 但艺术家们把这些特征挑出来去欣赏 自然美就变成艺术美了 再来看看艺术丑 艺术和丑 在多数人的概念里好像是势不两立的 这其实是混淆了自然丑和艺术丑两个概念 比如说杂乱无章的线条和刺耳的声音 可以叫做自然丑 而艺术丑 它是一个美学领域的概念 是在艺术世界中才存在的 比如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塑造了钟楼怪人的形象 这就是一个艺术丑的典型代表 在现实中 如果我们遇到这么一个耳聋独眼驼背的怪人 一定是想要静而远之的 但是在艺术世界 我们不仅能发现它惊世骇俗的丑陋 其实是另有寓意的 而且也会被它丑陋外表之下的美好心灵深深感动 所以在艺术世界 不管是美还是丑 都是人的意志富裕的 接下来的一对概念是刚性美和柔性美 朱光浅认为美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刚性的 一种是柔性的 二者其实和大自然给我们的感觉息息相关 大自然中有老鹰松柏 也有黄梨嫩柳 那么艺术世界中就有骏马秋风济北 也有杏花春雨江南 朱光浅还借鉴了西方文艺批评中 崇高和优美的一对概念来解释 他发言于康德 他认为崇高的特征为绝对大 其他一切事物与他相比都显得渺小 崇高所生发的感情 一般都带着不愉快的成分 能激发我们振作抵抗 而优美所生的情感始终是愉快的 另外 刚性美和柔性美也和西方文化中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有关 刚性美是动的 柔性美是静的 刚性美的动像酒后的醉态 柔性美的静像梦中的甜静 在悲剧的诞生中 尼采提出了艺术的两种形态 一种是沉醉的酒神迪俄尼索斯 音乐和舞蹈是属于酒神的艺术 一种是做梦的日神阿波罗 史诗 图画和雕刻是属于日神的艺术 沉醉的酒神肆意狂欢 纵情投入生命的波澜 刚性美也是肆意挥洒的 暴风雨式的 睡梦中的日神 田静安详 笼罩在梦幻世界的美好中 柔性美也是沉默安详的 田静含蓄的 用日神和酒神这对概念 解释刚性美和柔性美 也对应着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阴阳观 所以说中西护正是朱光浅先生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现在我们已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认识了文艺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文艺对人生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产生艺术行为 既然在体会美感经验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在进行艺术创造了 那么为什么不在心里想想就行 还要把它变成一件作品 如此多此一举呢 朱光浅先生用心理学上的主客体分离观点 来解释这一点 人从能够区分主体和客体开始 就渴望主体能重新征服客观世界 艺术行为也是我们作为人 想要征服世界的行动之一 一个孕育在腹中的胎儿 是没有主客体的分别的 饿了就有吃的 想睡觉就能睡觉 安安心心地待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威胁到她 她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自然无法产生外部世界的概念 她不是所谓世界的中心 她就是世界本身 相当于我们之前提到的 物我两望的最高境界 她快乐又安全 从出生开始 人才被迫意识到主客体的区别 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不愉快的经历 比如饿了 大哭大闹 却没被满足 想要抱抱 却没被父母察觉 在这些挫折中 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明明很大声地诉说需要 世界却依然在自顾自地运行 不离我们 伴随着这种被边缘化的痛苦 主客体的意识才建立起来 成年之后 我们依然渴望回归母体中的唯一地位 我们想要再度征服世界 传递自己的声音 让所有人听到 我们想动摇世界的意识 改变世界的规则 重建世界的秩序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表现欲和征服欲 和商人 政客 科学家一样 艺术家也渴望通过艺术创造 征服世界 想要在不美好的现实中 重建一个理想乐园 所以如果没有艺术产品这个媒介 光是靠心灵感应 可是征服不了世界的 所以艺术家需要通过艺术行为 去影响和改变世界 但是艺术又和商业活动 科学研究不一样 艺术改变世界的行为 是最纯粹 最没有功利性的 朱光浅 受现代西方美学创始人 克罗奇的影响很大 克罗奇认为 艺术不是功利的活动 也不是道德的活动 它无关评判标准 不涉及意志领域 在现实世界里 被压抑的情感 取高和寡的思想 不平等不公正的见闻 都是对意志的 残忍压迫和摧残 所以超出时代的杰出才能 只能寄托在理想世界里 文艺就是这样一种理想世界 毛姆 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 《月亮与六辩士》 书中那位画家的原型 是后印象派三杰之一的高庚 高庚年轻时 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 还娶了丹麦工业大亨的女儿 有五个孩子 享受着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 但35岁时 高庚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 成为职业画家 他说 我要画画 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从此与家庭断绝关系 到热带岛屿寻求灵感 因为贫困 要做苦力维持生计 一度要用腐烂的面包 和果实的粉浆作画 高庚晚年 双腿流浓 眼睛感染 贫病交加 却一直到死 都没有停止艺术创作 他有一幅很著名的作品 叫做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这是一种 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追问 这种追问 只能寄托在文艺的世界里 在文艺中 我们会忘记自我 摆脱意志的束缚 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 回归母体中 安宁的本源状态 这也是我把这本 文艺心理学 介绍给你的原因 这不是一本实用书籍 它最大的价值 是让现实中挣扎的人知道 是什么 给我们带来了内心的慰藉 和精神的安宁 到这里 三个部分的内容 已经分享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重点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 美感经验 是形象的直觉 美感经验付诸实践 就成为了艺术作品 欣赏艺术作品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接着我们进入微观领域 具体认识了 两组对立的概念 第一组 我们区分了 艺术中的美丑 和自然中的美丑 艺术中的美丑 都是人的意志富裕的 第二组 我们认识了两个概念 刚性美和柔性美 对应着康德 提出的崇高和秀美 也对应着西方文化中的 日神九神精神 和中国的阴阳文化 最后 文艺对于人生的意义是 在文艺中 我们可以忘记自我 摆脱意志的束缚 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 回归母体中 安宁的本源状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朱光浅的文艺理论 比较强调艺术的精神性 和个体性 对道德功效关注比较少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实践美学流派 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先生 他更强调美的物质性 和社会性 他们二人的理论 某种意义上是 相互补充和矫正的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他们的作品 对照着来读一读 好 文艺心理学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